然后呢 Notebook 如果说大家这块 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同学啊 都是看过了 如果说对这个 还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咱们到时候看 我给大家赠送的那个库 那库当中啊 记者第一节课 就给大家去讲了一下 怎么样啊 去用这些库啊 进行一个安装 还有咱们怎么样 去用这些工具啊 工具说白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 那接下来实际啊 咱们就正式的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坑当中 就是咱们的一个套路啊 就是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 一个案例的 咱们今天这页课 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理论的一个算法 然后明天这个课呢 咱们不是明天啊 咱们下周二 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案例 既然咱们要讲这个算法 肯定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算法 是怎么来的 说白了 就是咱们算法 涉及到很多个数学 这些数学呢 我先提一点就是 有很多人啊 都问我 就是这个数学啊 到底是能不能省略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 机械学习的一个核心啊 就是在于 它的一个数学了 其实呢 如果说 大家去找讲解学老师 绝大多数人 都能够去给你讲 怎么样去掉裤 怎么样完成一个事 这些问题啊 咱们用那些 python工具 去做的时候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 当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实际的还要去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 因为只有知道啊 你的一个原理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呢 当我们实际去用的时候 我们才能依照它的原理 去实际的动手实验出来一个东西 所以说啊 大家啊 不要着急 我觉得啊 理论是大于一个实际应用的 如果说啊 大家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只学会了一个实际应用 我觉得找一些博客 完全就足够了 我们的重点 还要给大家讲明白 一个算法 从头到尾 究竟做了哪些事 嗯 第一解课啊 咱们要讲的是 线性回归算法 线性回归啊 是我们机器学义当中 最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算法了 虽然说啊 它很基本 但是呢 它的重要程度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个 简单的小例子 比如说啊 现在啊 我们是发生在一个小故事了 我们要去银行 进行一个贷款 当我去银行啊 进行贷款的时候 然后呢 银行啊 问了我一件事 就是你的工资 和你的年龄 分别是多少 他要拿这个啊 进行一个参考 才会说啊 最终给我带了多少钱 那我们现在要说的 就是什么样 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于我们的一个机学算来说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 就是由一个行 和一个列来组成的 所谓一个行啊 就像我右边这样的啊 每一行都是一个样本 比如说啊 现在啊 我有多个人 这是第一个人 这是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这是第四个 这是第五个 一共呢 现在有 我有五个样本 每个样本当中啊 我有两个特征 比如说 第一个人的一个工资 他是四千 第一个人的年龄啊 他是一个二十五 这两个呢 我们管它叫什么 我们管它 叫做我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 当我去银行啊 银行拿到我的 是有两份特征 一个我们管它 叫做X1 它是一个工资 另外一个呢 叫做一个X2 它是一个年龄 然后呢 最终啊 我们要什么啊 最终我要预测的是一个值 为什么是一个值啊 咱们现在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通常啊 把自己学习的一个 有监督丧尔当中 分成回归和分类两种 回归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 回归啊 就是说通过你的数据 最终呢 预测出来一个值 我们管它 叫做一个回归 那比如说 咱们现在去银行贷款 我们要贷款的东西啊 它是一个金额 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吧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银行可能带我个 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或者是四万零一百五十一 这是什么啊 这是一个具体的值 那其实呢 回归啊 就是说 当我们想要进行一个预测 进行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们实际啊 拿到的结果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值 这个值有什么要求啊 要求啊 它是在一定区间上 比如说 现在我们去银行 进行贷款的时候 银行可能是 从零块钱到十万块钱 一个数据啊 就是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上 可能是任意的一个值 所以说啊 最终我们回归得到的是 一个真正的一个值 那什么又叫做一个分类呢 所谓一个分类啊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故事被你又变了 我现在还是有工资和年龄 这两个特征 我到银行之后啊 我问银行 不是问他 你能不能够贷给我多少钱 而是说啊 银行你究竟要借不借给我这笔钱 那所以说啊 一个分类里边就是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 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类别 要么银行是借你 比如说是零 要么银行是不借你 比如说是一 所以说啊 我的分类相当于最终 得到了一个唯一的类别值 而我的回归呢 就是得到了在区间当中 某一个值啊 这就是我分类和回归的一个区别 然后啊 该给大家说了 就是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啊 我们的数据是有两个特征组成的吧 那可不可以有多特征呢 这个当然可以的 也就是说 一个数据可大可小 多的数据 相当于我们有更多特征 少数据呢 相当于啊 我们可利用信息就更少了一些 那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什么 最终啊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说 我要进行一个预测看一下银行啊 最终能带给我多少钱 说白了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只知道我的X1和X2 我想让银行告诉我 最终他给我的Y值 最终他告诉我的额度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值 这个就是我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 那现在啊 我们的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 现在我的输入 我已经知道了 输入啊 就是我的一个工资和我的一个年龄 这就是我的一个输出 那输入啊 和输出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这个关系啊 就是我机器学习的核心了 说白了 就是我工资对最终结果会产生多大影响 我的年龄又会对我最终的结果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外面这里啊 可以想一想就是 虽然说啊 我现在有两个特征 X1和X2 但是呢 这两个特征啊 咱们说它是不一样的吧 可能有可能啊 就是工资影响大一些 有可能年龄影响大一些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 不是谁的影响大 而是说 它们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一块呢 我们要说的就是我的一个参数的问题 所谓一个参数的问题啊 就是说 现在啊 我现在知道了两个特征 但是呢 我想找出来一条最好的拟合曲线 什么叫一个拟合曲线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 我有X1和X2 我要预测我的一个Y值啊 我这个Y值啊 应该是跟我X1和X2 都有一定关系的吧 那这个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啊 就是说 如果说啊 咱们是一个二维的数据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面 来进行一个表示吗 咱们给它画的更立体一些啊 画成一个三维的 就是我的Y啊 就是我想要的一个预测值 说白了 就是我找到一条线 如果说高维呢 那就是一条面 找到啊 这样一条线 能够最好的拟合我的数据 所以拟合啊 就是说 什么样的一个Y 等于WS加B 这个W和B 它是最合适于我的一个数据的 那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怎么样啊 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参数 咱们相当于是 做完了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啊 本身来说啊 并不难 难点就在于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那要去做这个事情 怎么去做呢 接下来咱们就要进行 一系列的数学讨论的问题了 那么这里啊 先引入啊 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呢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C的1 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C的2 我们刚才啊 是不是说 哎 在我的数据当中啊 我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工资啊 这个年龄 我们刚才说 它是一个X1 这个工资呢 它是一个X2 我们是不是说啊 就是我的工资和我的年龄 都会对我最终结果 产生一定的影响吧 那究竟产生多少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我想求的就是说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究竟是一个合适的呢 那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 不妨先进行一个假设吧 假设来说啊 就是有一个参数 是一个C的1 C的1啊 就是说啊 我的年龄最最终结果 产生了多大影响 还有一个呢 它是C的2 C的2就是说 我最终啊 我的工资对我的结果 产生了多大影响 咱们现在啊 引入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C的1 第二是C的2 然后呢 我是不是说啊 现在 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结果值吧 最终呢 我想要的是 银行啊 究竟能够贷购多少钱啊 那咱们来看 这是我的一个参数 这是我的一个输入数据 我需要干什么 我需要把我的参数 跟我的数据组合在一起吧 比如说啊 现在第一个人来了 第一个人 他有一个年龄 比如说他是36岁 然后呢 这一块啊 我有一个C的1 比如说C的1 它是等于0.1的 相当于啊 就是第一个参数 对我最终结果 产生了0.1倍的一个影响 那第二参数呢 可能是一个0.5 然后呢 X2 它是我的一个工资 工资啊 可能是一个1000块钱啊 咱们不妨给他说少一些 那最终结果 那最终结果咱们来看 C的1乘上X1 加上C的2乘上X2 再加上一个C的0 这个C的0是什么 C的0啊 我们通常情况下 管它叫做一个偏致项 所以一个偏致项啊 就是说我上下 给他浮动一些吧 可能往上调一些 就是多贷点钱 可能往下调一些 就是少贷点钱 这个啊 我们来看 我们的C的0 它是跟我的一个数据有关系吗 它是跟咱们数据没关系的吧 因为C的0只是单个扔的啊 它只是自己比较孤独 所以说啊 我们就是认为 C的1和C的2 它是权重参数 权重参数对最终结果 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偏致参数呢 会对最终结果产生较小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的权重参数啊 跟我的数据组合在一起了 偏致参数呢 它是自己什么都没有进行一个组合 那现在啊 我就好比说 我们构造了一组权重参数 C的1 C的2和C的0 我们用它呢 做出来了一个拟合的平面 HCTX 这个HCTX啊 就是我想要的右边的这个平面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 现在这个式子啊 看起来好像有些长啊 嗯 虽然啊 咱们已经把这个意思 给大家说明白了 但是呢 通常啊 就是在我们进行一个数据推导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 如果一个式子能够越简单 当然越好了 今天学习一个整体思想啊 就是说能用简单的式子做一个事儿 那我何必用复杂的事儿啊 再去做呢 那咱们来看 对于上半式子啊 我能不能进行一个化简啊 给它们写的更简单一些呢 咱们现在啊 先来看结果吧 先来从结果上来说啊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在我的一个结果上来看 就是这块是一个求和的符号 在我求和符号里边 是什么 θi乘上一个xi 那它的意思不就是说 这块θ0乘上一个x0 然后加上我的一个θ1乘x1 再加上我的一个θ2乘x2吗 这块就是说 你有几个x 我就有几个θ 那好比说 你的特征数据当中有多少个特征 那就需要我有多少个参数嘛 咱们来看上面是说啊 我现在有两个特征x1和x2 那咱们有10个特征可不可以啊 就100个特征可不可以呢 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的特征的个数增多了 相对应的 咱们的一个参数的个数 也对应的 也对应的增多 因为这里呢 我们会从i等于0开始一直到n 有n个 就是有n个数据啊 不是n个数据 有n个特征 我们就n个小的权重参数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θ0乘上一个x0 这什么东西啊 咱们刚才不是说 θ0是一个偏致项吗 在我的偏致项当中啊 我好像说我没有跟x0进一组合了 那你在这块 怎么硬给我塞进来一个x0啊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对我的θ0进一个组合 使得它能保持原始不变呢 咱们来想 就是说 一个θ0 如果说它乘上一个1 那它是不是还是θ0啊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变化吗 咱们来想 对于一个数据来说啊 现在我引入了x1 x2 它都是有具体的值吧 那我引入了一个x0 可不可以啊 x0我们认为 它虽然不是我数据当中的一个特征 那我现在把它里边额外的加入一列 这个列里边都是一个值 都是等于1的 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往里边填充上来很多个值 每一个值里边它的值都是等于1的 为什么填充1呢 因为1乘上任何数 还是等于这个数本身嘛 所以说啊 现在我进行了一个化解 用θ0乘上了一个x0 但是在你做这个化解的同时 你需要怎么去做呢 你需要先对你的一个数据额外的增加一列 这个列里边每一列的一个属性 每一列的一个值都是等于1的 这个就是咱们之后在实践环节 大家会就会看到 为什么我们把数据拿来之后啊 通常一个常用的套路都是说 哎呦 额外增加一个列都加了一个1 而且它还是没用的呢 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要对啊 上面的拟合平面进行一个组合 使得我们组合完事呢 看起来更工整更简单一些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说白了 我们是为的是一个矩阵的计算 在矩阵的计算当中 行乘上列直接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 咱们之后啊 就是无论大家用各种库 咱们实际看到运算 没有说啊 它就是一个样本一个样本 进行一行一行计算 大家可以可能觉着啊 就是说一行一行计算计算 那么更简单嘛 我写一个复循环直接去算嘛 但是在实际上 我们哪有那么去做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计算复杂度啊 通常情况下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都是用矩阵去钻 因为矩阵呢 它通常都是一个比较高效的 那既然啊 你要用矩阵去钻 那首先第一点 你要把你的数据转换成一种标准的格式 这种标准格式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矩阵的格式 这里给大家强调了 为什么要用矩阵 以及呢 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量